所以实际上在澳洲 在阿德莱德的生活远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枯燥 有人说其实留学生活大概除了回家煮食物 就是在图书馆刷题了 可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在我们的身边还恰恰就有这样的人 他的生活永远都是很精彩 永远都是活在很顶端的位置的 所以我在想你有时候会不会觉得 自己好像是特效电影当中那些演员 那些主演一样在飞 在做一些很惊险刺激的事情 我觉得还有点像 因为毕竟做的这些事情 感觉看完电视 我差不多也能做出来类似的 总会自己想一想 自己可不可以玩一些这些类似的东西 飞行可能是我近期最喜欢 也是最爱的一个事情 为什么会选择 就觉得地上容不下你了 没有有一个问题就是 之前我在澳洲最开始玩的是 在陆地上的东西 等于就是车和摩托 就是觉得很快刺激 但是人很多 然后再后来的话 我玩一段时间船 那大家一起上船上开party 过夜吃喝 然后唱K 还是老三样 但是在船上 在海上 澳大利亚是环海嘛 你怎么样都可以玩一下船 你可以看海村 可以出海钓鱼 尤其是海钓在澳洲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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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若若的问一句 你是已经有自己的船了吗 我曾经有过 就已经卖掉了 为了飞机做准备 就是你卖了你的船 然后买了你的飞机是吗 所以之前的船主要是 一艘可以容纳25人的大船 主要是可以住可以吃可以玩 可以在上面主要party嘛 你可以沿着海边 看着别人的项目的眼神 然后钓着鱼 然后可以在下海玩 一会儿潜个水 非常非常舒适 但是船有一个问题 就是它容纳人多 但是travel的距离很短 你永远都只能从 格勒尼奥到布莱顿 所以你就开始想上天了 对 你会发现你在澳洲 澳洲这么大的地方 如果你不走得远一点 你会发现你会很无聊 所以到后期的话 我想为什么飞机力差远 就是因为我想把澳洲 好好的玩一遍 但是发现你开车很长时间 会很烦 但是学习飞行很贵吗 飞机的话 按澳洲的价格来说 普遍比较贵 因为跟美国同样级别的比的话 它要比美国贵了三分之一 但是澳洲的话 比如说你要是想做一个私人飞行员 差不多你要准备 两万五千块钱到三万块钱来做打算 如果你要想作为一个商业飞行员 之后想从事商业运行 或者当商业飞行员 给一些小的公司飞 或者之后想要步入航空公司 你至少需要一个商业飞行员执照 商业飞行员执照的话 差不多在七万五到八万块钱左右 我差不多 因为我拿到了商业飞行员执照 拿到了双引擎和仪表等级 所以这个总共套餐下来是十万块钱 也就是七万五是商业飞行员 两万五是双引擎加商业飞行员 一年啊 一年Footime 一年就为了这个飞行 你花了十万刀啊 你接下来的生活会与飞行有关 会与飞机有关 会80%时间会与飞机有关 因为我想把我的小时数 在网上冲一冲 然后再把这个技术再巩固一下 然后把这个 然后买架飞机是吧 然后把阿德莱德华人飞行的这个空缺补一下 所以想想看 无论是东方的万户 还是西方的莱特兄弟 他们都是拥有着一个关于飞行的梦想的 而在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 我想我们的嘉宾不仅仅是把飞行当作是梦想 当作是生活的一部分 更是把自己的玩工作还有生活全部都放在一起 我想这应该算是生活一个最美好的状态了 谁说玩不可以成为专业的玩家呢 而如果在真的成为专业玩家之后 我想大概应该可以去开发更多的与玩有关的问题 这可能也是澳洲生活或者是阿德莱德生活 给我们一个最大的馈赠了 如果真的有馈赠的话 不妨也挖掘一下你的生活 当然了除了有这样精彩的华人之外 在我们的节目当中 一样会有更加精彩的故事 这里是澳洲VTV为Talk Room的演播室 我们的口号是 让世界听见华人的声音 我是子涵 下期再见